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肉里有一根刺 对不对 你拔掉了以后就没事 没拔掉的时候才叫忍 这个刺不会致命 可是卡得不舒服嘛 对不对 那怎么拔掉这个刺 他们讲的都是很极端的 叫做那他要不然就改 要不然就分手 没有 其实正如他们所说的 大家情感很坚固的 很多时候吵完一架 刺就拔掉了 所以一件事情 严重跟不严重的前提 都是因为你不能当作你没看见 他们一直在抱怨 说你怎么老盯着我看 没有的 我们盯了是第一步 聊了是第二步 聊完了之后这没事 以后就不看 可是不能一开始就不看 你知道很有趣 我刚刚在旁边看了整场比赛 我发现一件事 就是我们一般人 好像不把情绪伤害 当成是一种真实的伤害 什么叫做情绪伤害 今天假如我胸口插了一把刀 血啵啵啵在流 医生会来帮我包扎 缝合 他会帮我止痛 他不会告诉我你要撑下去 他不会告诉我你要勇于面对 可是如果是我心头插了一把刀 他的血也是啵啵在流的 可是你们是怎么说的呢 都会过去成长的动力 化悲愤为力量 因为你们不把它当成真正的伤害 美国军方有一种勋章 叫紫星勋章 它是颁给在战场上 牺牲或者是受伤的士兵 这个紫星勋章当初在颁发的时候 引发过一个争议 就是的确有军人在战场上 少条胳膊 少条腿 也有军人在战场上 在恐惧 害怕 愤怒 再也无法承受的精神状态中 他整个人外在毫无改变 内在炸成废墟 所以那时候有人问 像这样的人能不能拿紫星勋章啊 他也是为国受了伤啊 在2009年 美国国防部说 紫星勋章只颁给 肉体上受伤的人 因为紫星勋章是奖赏勇敢 而你这种创伤应激的这种行为 证明了你的懦弱 证明了你的不敢面对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 《巴顿将军》 很有名的一部电影 有一个经典的段落 是巴顿将军在二战的时候 去巡视战地医院 他是个非常严厉 也爱兵如子的人 他对于那边的每一个士兵 他们的受伤 给他慰问 给他握手 结果他看到了一个人 那士兵外表没伤啊 他问那个年轻人说 你为什么在这儿 那年轻人说 我就只是再也受不了 巴顿把他抓起来 给他一巴掌 这是真事 他给了他一巴掌 说你就是个 彻头彻尾的懦夫 我现在就应该开枪毙了你 你怎么对得起其他受伤的人呢 其实这句叫说 外表看似正常 内在炸成废墟 今天我们在聊的 如果是那种惆怅 遗憾 其实你也不会喝这个旺瓶水的 998不便宜啊 可是那种伤害性的悲伤 我是真心觉得 我好期待有这个旺瓶水在 我好期待有这个旺瓶水在 你知道 什么叫做情绪对你造成了障碍 刚才奶茶就说了 如果你一招被蛇咬 十年小心蛇 这是正常的 如果一招被蛇咬 你看到草绳都会恐惧 那是不正常的 好 各位同学 今天是我们第一堂课 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 辩论的目的是什么 辩论干什么用的 解决冲突用 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冲突 大家沟通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怎么解决冲突呢 由旁观者来解决冲突 所以辩论是一个改变旁观者的过程 注意哦 不是改变对方 很多人以为 辩论是要让对方同意你的看法 是你要去改变对方的立场 不是 辩论是你跟对方在努力争取第三方的意见 你们在努力改变第三方的看法 好 那么接到这儿我想大家应该也累了 我们趁机休息一下 那借这个机会呢 我也想知道一下各位同学的实力 我想找两位同学上来 即兴表演一场公变 不知道有没有自愿 那位曼艺夫的同学 我是我来的 好 我们有请二位 谢谢 不要 espero 这里啊 我来偷听的吧 好 那我帮两位同学分一下职方 正方 知道的越多 越像世界的宠儿 反方 知道的越多 越像世界的弃儿 那么开始吧 知道的越多 当然越快乐 我思雇我在嘛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求知是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呢 当然 那如何解释 雪海无涯苦作舟呢 我为什么要解释呢 古人也有说 招文道西死可以 可见求知之乐超越生死 既然求知是一件快乐的事 大家屈之若鹜 人人学富武车 这并不稀奇对吗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总有知道的最多的那一个吧 知道最多的那一个 是不是最寂寞的呢 好 我觉得刚才这一段呢 反方同学你赢就赢在 你抓到了重点 是孤独 不是悲伤 而正方同学呢 如果你能够把快乐 改成特权或稀有 那也许还能有的一变 你们作为一位变手 是怎么看待真理的 好比说事业重要 还是家庭重要 真理是 两个都重要 又好像人性本善 还是人性本恶啊 真理是人性有善也有恶 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 大多数的时候 所谓的真理 都是属于立场的中间 指出真理 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你们要记住一句话 凡是有意义的话 都有可能错 凡是不可能错的话呢 都没有意义 就像自古中校不能两拳 人生哪有哪一条路 是都可以都对的 都是错 在不同的地方错而已 就像你们刚刚 大家在讨论 是不是不是八场队伍的选手 就不能来这里呢 人生最重要的 是要走一条无悔的道路 就像你来大学 打辩论 是正确的吗 谁也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啊 只要你愿意在每一个 抉择的关口 能够停下来 自己跟自己辩论一半 你能找出来的论点越棒 之后 它能给你的帮助 就越多 那么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的课程 今天我们教的是 质询三步骤 第一个是什么 确认共识 双方有共识的部分 之后就不用再争论 那没有故事的话怎么办呢 可能是因为对方提出了证据 那就用到第二步骤 削弱可信度 意思是你的证据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那如果对方提的不是证据呢 很有可能那对方提的是某种信念 某种观点 这时候就会用到第三步 叫做计划观点 这三个步骤呢 希望大家之后可以在实战当中 自己去揣摩 多多去练习 奥瑞刚辩论 之所以会成为我们训练营中的一部分 主要是因为我相信 它对于各位 那些平常都打惯了传统辩论的同学们而言 它会是一种新启发 在介绍政策辩论的过程中 我们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 我会介绍里头最重要的四个概念 需要性 根属性 解决性 以损运比 不是讲奥瑞刚吗 怎么又到政策辩了 奥瑞刚就是政策辩 全面的资料你看了没有啊 在传统辩论中 我们对论据通常比较宽容 正反双方 通常会预设对方所提出来的证据是真的 所以就算反驳呢 反驳的也是对方的推论 但到了奥瑞刚比赛就不一样 在奥瑞刚比赛里 你提出来的每一项证据 对方都会有一个明确而严格的检证环节 他有明确的矩阵责任 所以你不可以轻易地甩锅 他有证据共享原则 所以你提出来的证据对方也能用 更重要的是 是他有赛后极其抗议制 所以在奥瑞刚的辩论比赛里 任何一个选手如果要在辩论上的资料上作假 他会受到极为严重的惩罚 轻则打脸 重则直接判输 太复杂了吧 简单来说就是大家会在比赛前对证据做充分的准备 在现场一旦作笔被抓住 直接作废 那白玉的奥瑞刚肯定死定 老师 听说 在辩论赛场上追求证据的真实性 是不是不太现实 那你觉得辩论是什么呢 是一个为了赢所以什么都可以的游戏吗 各位同学 今天是我们训练营的最后一天 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一起度过这段时间 我们一起辩论 一起分享彼此的冲突 与思考 回顾整个过程 我相信大家 难免都会接触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就是辩论的本质 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呢 主要看你怎么想 如果对你而言 你把辩论 当成是一场比赛 那么当然 你有可能会输 可是如果对你而言 你把它当成是 竭尽自己所能的 为了某一个地方 是不是特别神奇 竟然会有人委托 白顺利选法律山 是啊 你说 这会是谁啊 五名英雄呗